Katina 和Penny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MUNA Express 我是Josie 在我身邊有兩個很可憐 亦都唱歌非常厲害的女孩 就是Tata Hello 大家好 我們是Tata 不如請Tata的兩位成員 都介紹一下自己 Hello 我是Katina 我是來自香港的 我是Penny 我是來自台灣 所以今天就有Katina和Penny 在我們的節目中 先問問Katina 我們是香港的代表 可以這樣說 為何最初會加入Tata這個組合 當初我們一起去比賽 在台灣的時候 我們分別是不同的比賽 我們去一個比較大人的比賽 她去一個學校校制的比賽 我們分別被當時的老師 提中了要去公司給我們簽約 我們就這樣認識大家 就開始一起唱歌 後來就變成了現在的Tata 對 那過程 比如說Penny 妳剛認識Katina的時候 感覺這個女孩子怎樣呢 不好清淨 真的嗎 為什麼 因為她不笑的時候 表情比較有距離感 對 剛開始不熟也沒有多講什麼話 然後覺得她很會唱歌 很厲害 不敢清淨 對 不過熟了就知道她不是這樣的人 對 Katina呢 第一次認識Penny的時候 覺得 一個台灣的女孩子 感覺是怎樣的呢 其實當時是 因為當時我們未知道要做組合 我當時看到她 第一次在公司 我看到她唱了一首 很奇怪的歌 你知道是什麼嗎 Super Bass 不是很奇怪 我覺得為什麼會唱首 像是因為音樂 為何會唱首這樣的歌 然後 然後 這樣 那時候 其實第一次見面的感覺就是這樣 所以 互相像都好像有些距離感 按著這女人 那些人都不是很熟的感覺 好啦 現在雙主樂齡 從第一次見面到今天 其實很久了 兩年 已經兩年了 中間你們有些時候都會拍片放上youtube 我點擊率都非常厲害 我最初有聽到你們的歌 因為公司的同事介紹 譬如我聽到改編了的約定 也有很多你們其他cover的歌 但譬如你們一起去玩cover的時候 有很多rearrangement 或者你們有很多和音的部分 其實是怎樣想出來的呢 其實都是摸過鋼琴 才找到其他東西 其實都是靠感覺去彈哪種感覺最適合 然後我們會想想我們的和音怎樣唱 然後我們會想想 我們這裏是否要做一些變化 就是這樣慢慢摸索 所以其實每一首歌都有樂器陪著你們 說到樂器 不如說一些你們的音樂背景 你們之前都很厲害 大家都認識不同的樂器 不如說一下 Katina 你之前音樂的背景是怎樣的呢 我是從小時候開始學鋼琴 然後就去學唱歌 然後我去了英國讀書 考了鋼琴的獎學金 然後我讀大學的時候 就讀英國現代音樂學院 都是主手唱歌 其實從小到大都是學音樂 那是否自小的夢想 已經是要做一個音樂人或是做歌手或是鋼琴家 其實都是跟音樂有關的領域 總之是做音樂的事 對 但說回為何會有機會去台灣的歌唱比賽 為何會去台灣參加歌唱比賽 因為當時剛好畢業 當時剛好畢業 我剛好畢業 沒有想著 下一步要怎樣做 我有很多台灣的朋友 是做音樂的 他們就說 不如你來台灣參加比賽 然後我說好 反正沒什麼做 就去玩一下 所以其實英國就去了台灣 是 多不多時間回香港 會有 其實都會回香港 因為家人在香港 所以現在就加入了 但是現在 譬如你們組合了她她之後 是長住在台灣 還是其實都會留在香港 你回答好了 我們常常會來香港 我們大概每個月會來一次 因為我還在讀書 所以我還要配合我學校的上課時間 那現在會很忙嗎 比較忙 因為事情變多了吧 是 還有一年就畢業了吧 對 要讀書嗎 你現在念什麼 為該 為該 是跟音樂沒關係嗎 完全沒關係 那你之前就是從小的 有一個夢想 想要做音樂人 還是當歌手 我從小真的很想唱歌 因為我們全家人都很愛唱歌 從小我也學鋼琴 可是 後來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遙遠的夢想吧 但是後來我也沒有 就是繼續讀音樂的 就是專科 就 也蠻喜歡會計的啊 就去讀會計 後來就是參加歌唱比賽 那後來才認識她 對啊 才慢慢這樣 接觸到了 那現在就是 有她她這個組合 家裡的人會很支持嗎 很支持 那她們有什麼感覺 比如說 常常要從台灣 飛來香港 要回去 她們還是很希望 以後我們能在台灣 那妳自己呢 自己想 我當然也是希望 我們可以回台灣 對 就是那邊的感覺 跟香港有什麼不同 會不會覺得 有人走得很快啊 對 講話很快 感覺是怎樣的啦 就比較緊張吧 然後語言也沒有很通 然後壓力比較大 可是 不過認識的香港朋友 都對我們很好 但是因為台灣 畢竟是我的家 所以 就是希望以後 還是有機會可以回去 因為看見可愛的女生 一定會帶妳們好啊 不會被妳們用多壞吧 謝謝謝謝 那一陣呢 我們都會有機會 聽到太太去唱三小的歌 包括海浮天空 Wish You Were Here 還有 還有她們改編了《約定》 我特別想問一下《約定》這首歌 都是今天她們帶了這首派台的碟上來 《約定》這首歌 大家最初聽的是《王菲》這首歌 一首很經典 很好聽的歌 為什麼會有這個 因為大家都會聽到 是一個很不同的編曲 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 還是監製提議的呢 其實因為那時候 因為第一 她是舊哥翻唱 她是被這些 周慧 王菲這些 很厲害的天后 去唱這首歌 如果我們唱這首歌 第一 一定會比較 其實我們會想做一個比較 適合我們兩個人的版本 可能會比較活潑一點 所以會覺得 其實後面如果加快的話 都會挺適合我們 所以慢慢跟製作者 一起變成這個版本 那自己對於這個版本的感覺是怎樣 很特別 不一樣 因為像在台灣 周慧唱的 約定也很好 特別是從小聽 大家都會這樣 但是 突然一改變了一個 更不一樣的版本 我們自己也是比較擅長這種 比較陽光啊 青春啊 開心的版本 好 我們一會兒都會有機會 聽到 Tata的演繹 這首這麼特別的歌 這一節我們先聊到這麼多 稍後回來繼續跟他們做分吧 繼續回來這一節WUNA Express 身邊的有Tata Hello 對 有來自台灣的Penny 還有來自香港的Catina 剛才那一節也說了少少關於他們 為何會走在一起 原來就是歌唱比賽 不過是不同的歌唱比賽 但是最後大家都在同一個公司裡面 就見面了 都知道你們之前在5月的時候 去到廣州 有一個挺大型的表演 那些Class都非常強勁 不如說說那一次表演經歷是怎樣 是否第一次公開表演呢 因為那時候是我們 我們其實認識了兩年 一起寫歌啊 一起玩音樂 兩年 但是今年5月 這是我們第一次真的公開一起表演 然後又是在一個很大的舞台 一萬多人的一個很大的舞台 然後又跟很多前輩 就是一起在同台吧 有沒有同台演出 非常緊張 非常緊張 那之前準備了多久 我們準備了多久 好像有一個月左右吧 一個月左右 一直在念那些歌 對 就是我們就練我們要表演的歌 但是真的很緊張 從就是準備歌啊 選歌啊 然後和音啊 或是一些服裝啊 鞋子什麼都花好 就是很緊張 花很多時間在想 然後那次的感覺 對 Catina呢 其實那一次主要是因為我們 我們雖然一起了兩年 就是玩音樂 那些 其實我們這次 第一次是我們第一次的演出 很害怕 我們都沒有一個一起演出的經驗 不過幸好我們是有一個 因為我們平時都要一起錄這些影片 已經有一個默契在這裏 所以我們練習啊 那時候那些所有等等的事情 都會很順利很快 就剩下就是那個演唱會 當日我們就是很緊張 但是又很興奮地 在四處拍照 然後拍一下舞台 然後拍一下後面 其實一上到台 其實上來之前那一刻很緊張 其實一上到台 然後看到很多人 然後拍一些螢光棒 就會覺得 嘩 太酷了 然後其實我覺得 很享受 又可以好好唱 是否 無論是個人 還是二組入生 是否都第一次一個這麼大的舞台 算是嗎 嗯 是第一個這麼大的舞台 第一次這麼大的舞台 對 所以就過萬人去看 嗯 那那個過程順利嗎 就是有沒有一些 哈欠的東西啊 有沒有搞笑啊 不順的事情發生啊 還是都還好 其實還蠻順利的 對啊 其實還蠻順利的 那很好啊 其實就是第一次了 上台其實很緊張 可是我們坐那個升降台 上去之後就 哇 看到好漂亮的螢光棒 就好像就很輕鬆 很有感覺 對 因為就是很暗那天 就是在舞台上 你看不到太多東西 都很暗 然後你就覺得 哇 全世界都在聽我們唱 哈哈哈哈 就還蠻順利的 嗯 那說回呢 就是你們之前 就是有這個公開表演 之前已經一起了兩年了 就是一起有時夾下歌 從最初 互相見到 有些距離感 你就覺得他 好像 不太親近到他 你又覺得 這個女生為什麼選擇 那麼奇怪的歌 去玩 到今天了 已經兩年了 你們互相對對方的感覺是怎樣 Catina 先說 其實Penny可能她是因為台灣人 加上她生長的環境 然後就很 其實很冷靜的 很溫柔 對人又很 會遷就人 不是會比較 其實我覺得我們剛好 對方的性格也是一顆一突 很幸運 你是會比較強的 會不會算是 我覺得 其實我本身 有時 不會太強 但是 如果我們這樣的組合 我不太強 我們就永遠都是 什麼都沒有 所以 有時候 可能 會比較強一點 如果是他 他就會比較 其實他什麼都可以 他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他會 有時候也會提出 但是我覺得 怎樣怎樣好一點 其實我也覺得挺好的 所以這個距離沒有很奇怪 那你覺得呢 經過兩年的相處 你覺得 跟Catina一切的感覺怎樣 我覺得她就像我姐姐吧 就是 像 我真的不是很會做決定的人 就是我會 覺得都可以 是一直都這樣嗎 對 我一直都這樣 從小就這樣 所以 很多事情 如果沒有一個人推我 我會 就在這裡 這樣 那如果 如果當初沒有她 她這個組合 是你個人的話 你會怎樣呢 你猜想 如果沒有的話 都說一下 不如如果沒有一個組合 你覺得 E-Haki會做什麼 什麼呢 如果沒有這個組合 我可能真的會去當會計師吧 真的嗎 還有還在念書 對啊 還有還在念書 我可能也會在音樂上做一些事情 但是 不肯定是唱歌還是做 總之可能也會做音樂相關的事情 但也未必是今天這樣做 還有我剛才還沒說 Panley是認識法國號的 對嗎 從小都學是怎樣 國中 國中讀音樂班 對 然後所以從國小就開始學 那時候因為 我媽媽說 因為我想要學長笛 我覺得吹長笛很漂亮 對啊 女生都很可愛 然後我媽媽說 長笛太多人學了 你一定考不上 這樣 她說法國號沒有人學 然後就好 那就學法國號 然後就 國中就讀音樂班 對 可是到了高中 我就沒有再繼續讀音樂專科 但是 法國號是男生比較多嗎 對不對 還是台灣其實都不一樣 因為香港很少 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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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女生去 台灣其實一半一半吧 對啊 因為就是 可是我覺得吹法國號 也讓我肺虎量變大 這樣唱歌有幫助 那現在怎樣練習唱歌 有沒有去跑步啊 做運動那樣 她比較常做運動 你有嗎 你有嗎 有 但不是為了唱歌而做運動 為了健康嗎 為了減肥 我不是說唱歌 你呢 你沒有嗎 我比較少 比較少 還是會去跑步 可是因為可能我 還要上學 嗯 因為最後一年 所以很多考試 什麼的 所以 比較少時間 所以 嗯 都想問一下你們 講了這麼多背景的東西 一會兒又有機會聽到你們唱歌 也都開始有不同的show 好了 你接下來有沒有什麼計劃呢 或者去配合自己 再準備好一點呢 我們現在出了第一首的約定 可能接著我們會出第二首歌 但是未肯定會出 可能又會出一首cover 又或者可能會出自己的創作 其實都未決定 不過希望很快 可能年底之前 就有機會再出一首歌 提到創作 你倆本身有沒有創作的習慣 嗯 有 我們蠻常一起創作的 嗯 是格子還是一起去穿歌 有的時候是我去阿家 有的時候可能因為我比較忙 他就會錄一段 突然想到一段學生 你幫我想下一句 這樣子 又或者 因為其實他 因為他住宿舍 沒有鋼琴可以彈的 我就可能會寫到旋律給他 然後我就說 你覺得怎麼樣 你覺得OK 你就寫個歌詞 他就會 OK 他就幫我寫了歌詞 然後我就說 好 那我就彈了鋼琴 偏少少音樂 然後我就錄了那首映像 其實就是這樣完成的 所以都是一起去創作的歌 有什麼期待呢 也算現在有派台的歌曲 也有越來越多的觀眾 除了在YouTube裡面 也有不同的頻道 去看見你們 想Tata去做到一個怎樣的位置 有什麼成功呢 其實希望可以 可以去演唱會 其實也是 是啊 希望 一來是可以 很多人都喜歡我們的歌 然後還可以去 除了在香港 可以去到其他地方 可以開演唱會 其實也是我們的夢想 嗯 你有什麼期待啊 從小 就是在幻想以後 可以開一場我的演唱會 對啊 那現在 好像進一步了 對 慢慢的慢慢的 沒有什麼場地很想去的呢 我沒有研究 會不會是小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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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順利 我們期待你們其他的表演 OK 謝謝 拜拜 拜拜